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Cinnaman Raisin Bun 就是这个提子包 我喜欢加些肉桂粉下去就香很多 首先你自己用你的配方 或者用我以前说的配方也可以 就把面团分好了 每个面团怎么做呢 一个长方形搓到一条长方形 然后压开它 压开它之后 就放些提子下去 这个是比较小一点 如果做大一个手法一模一样 放些提子 然后 灑一些鲜文粉下去 你看看自己喜欢多重的味道 没有一定加多少 我通常都是灑一些 灑完之后 这样就卷起它 又有点也卷起它 然后呢 卷完之后就搓在一起 那为什么一定要硬长方形 然后倒呢 就是主要目的就是等它均匀 让它整个包都有那种味 那就是滚完了 压一下它再滚完 那就是一个提子包 然后呢 接着我要讲呢 就是这个提子条的做法 那你就要大一点点的粉团 因为呢 就方便自己做型的 那你呢 那你呢 将粉团压下去 压薄它 有些人喜欢做提子包 或提子条都好 就搓浸牛油 这个纯粹个人喜欢 搓浸牛油就会更香些 但是呢 不过来 我可以看它 我可以看它 那么重点 我可以看它 但是它就像它 我可以看它 对它 如果用它 就像做蹄子包 灑鲜文粉 不均匀就用手搓 所以对手一定要干净 放多放少就你自己说是 放蹄子也是 你喜欢吃就放多些 不想太甜 太肥就放少些 有阵味蒜 如果塗上牛油就会更香 先塗一阵牛油 再去灑鲜文 和落蹄子 我觉得差不多了 卷起来 这次粉头就很好 你见不黏的 刚刚好 卷出来 我连这个 我不需要加些面粉 在桌面 卷了之后 就捏一下它了 让它更好 让它更好 拉一拉长 它好造型 然后就泵边了 差不多方向 你便搭过来 我又扭过去 它又搭过来 这样 便搬到边 就像这样 这样也可以 那就是一条提子条 除了刚才泵边的方法之外 提子包还可以这样造型 一头一尾拉着它 然后你死这样扭 你看不看 那就自然有个 扭了纹的形状 放在这儿 你看到 刚才的造型和这个造型 就不太同 虽然都是提子条 见到 这些了 有点 有点 可以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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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